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无处可躺 无知可抗 你醒着微笑 不去不闹 忘了念伤 不曾未寂寞成行 泪雨寒成霜 心已滚烫 向着远方 过往风霜成刻刀 折裂了翅膀 还要飞翔 我 寻着光照的方向 大地云望 回忆着旧成果 倔强的模样 我又凭着黑夜里的光 回它与其长的向往 踏着生命之河 不忘之河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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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吧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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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走 走 走 黄芳 安柔 准备好车架了吗 浩郎君已在外等候多时了 算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你就留下来看着 太子若真的不舒服 要尽快地请一门过来 公主真的不用婢子陪着吗 有浩郎君在 想必是不用担心 你就留在这儿照顾太子就好 公主可真是信任浩郎君呢 这种时候不准开玩笑 是 去吧 驾 驾 不要再找我弟弟 母娘 不要再找我弟弟 我弟弟 母娘 别找了我弟弟 别找了我弟弟 母娘 别找我弟弟 不要找我 母娘 你找了 你在做什么 放开他 他 他没有叫我二弟 饶了我二弟 要没人 他得回忆愈了 母娘 母娘 快拦住他 阿姨 母娘 别找我 他真的是我阿姨 娘子 郎君 这瘟疫一个接一个的 必须肥伤尸体 大悟不得呀 公主 母娘 母娘 我知道 别想了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办法相信 可是你阿弟生病了 生了很重的病 别追了 但是他现在不痛苦了 好吗 啊 所以 我还给他喝小禹儿 捂他睡觉 不然 他就发了高热 身上起了黑斑 然后 然后就冷了 慢慢就冷了 我给他搓小手 搓小脚 搓小脸蛋 他还是冷了 我没有 我弟弟死了 五娘 你弟弟出生就没有了阿姨阿娘 你把他拉着这么大 已经不容易了 就当全了长缘分吗 婆婆 婆婆 阿姨还没怎么吃过白米饭 白面嬷嬷 她来这人世走一遭 怎么就能像没来过一样呢 等到了 洛阳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想要公主 让子我好多白米饭 我还没吃过白米饭 让夫知道了 你弟弟去和阿姨阿娘团聚去了 你就让他走吧 下一世不要再偷胎我们这样的人家了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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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带着弟弟的那份希望 好好地活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就夜有所梦吗 阿碧 谢谢 谢什么 我没读过什么书 全赖全娘教导有方才识的几个大字 可小时候阿娘总告诉我 人啊 投书好了 用刷牙子开了尺 手筋进了面 三餐吃饱 就总能把日子过顺了 我觉得冠主说得没错 阿丽就是太聪明了 才会钻牛角尖的吧 你方才说的话 才是大聪明 对吧 冠主就总说我大智若愚 对了 你刚才是在叫人名 阿孙 你养的猴 是阿笋 笋 原来是你养的鸟啊 它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伴 既然是同伴 它为什么不来找你 算什么同伴 那我做了对不起它的事情 它不来找我 恨我 我心里才会好过一点 可是有常哥的消息 秦朗 我已经打听到了 我们发现一个 跟小主公神似的人 跟一个医者 还有个青年 坐着旅车前往洛阳 那医者和青年是什么人 诚哥跟他们在一块安全吗 别再是假惺惺的 我们自会找到李都尉 用不着你操心 旭凤 旭凤这孩子兴得急 说话没心没重 可他一心都是为了小主公 你别往心里去 既然是这样 那么明日 我们加快绞成 赶快到洛阳 既然大家都是为小主公好 你何必处处与他为难呢 和他同情这些时 他对小主公是真是假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就算他对小主公是真的 就算他对小主公是真的 可是烁州的仇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你的心情我明白 可是既然现在我们目标一致 大家就要齐心协力 何必逞着一时口舌之快呢 好了 你也不要多想了 诚哥哥喝水 回去休整休整 明日早些启程 哥哥 爸爸 来 阿隽哥哥还要趴高高 还要 住手 元娘子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 这样多危险 你到底是何居心 喂 你吓到他了 元娘子 我们不要跟这个人玩 跟我玩 我不要 元娘子 你可以跟天底下 任何一个人玩 就是不可以跟这个人玩 他不是什么阿准 他叫阿世勒碎 是那个让你阿姨阿娘 西方 阿准哪 夜深了 你先哄元娘去睡觉吧 元娘 听话 啊 元娘 我们去其他地方玩好不好 过分 他说我 我怎么了我 你说你怎么了 你想让元娘 变成第二个小主公 永远活在痛苦的仇恨之中吗 你亲眼看见小主公 这一路的心酸血泪 你还不清楚仇恨的代价有多大吗 你看看元娘 刚才笑得多么开心呢 此时和夫人 希望自己的孩子 无忧无虑地长大 而不是遭受仇恨的折磨呀 公主 南山的物资已经被录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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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公主 怎么了 太子殿下出门了 太子去的可是南山 当然不是 太子上街了 不知道阿娣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也罢 让他上街看看百姓们的惨状 也许能有所触动 可别再出乱子才好 公主现在倒真有一副姐姐的样子 花伞 新菜啊 新斋的新菜 扇子 看一看扇子 小卧虎 盛心 夫人既然选了你 那接下来就都看你的了 好 好 打的好 好 打人 好 干吗 好 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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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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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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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拿 继续拿 来啊 继续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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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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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蓬蓬场 走 蓬蓬场 来一个 上前 上前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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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别急 走 走 走 别急啊 退后退后 来啊 他干什么呢 您姐 退后 干嘛 干嘛 擋住 东京 安 你 别急啊 这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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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给你上钥 不要动啊 别动 疼 还疼吗 多谢你方才救了我 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一会儿一定会上 会报答你的 应该的 老军 老军 给你 回来 别走啊 没事吧 老军 让你回来 回来 来 给我块饼 来 老军哥哥 原娘喜欢这首曲子吗 嗯 偷懒 老军哥 我说你 来 还不想 去吧 来 好 呀 嫦娶 你 这个叫郎绍 是我们那里独有的 我没有什么别的好补偿你 以后只要你需要 就吹响这个 我会替你阿姨阿娘 保护你长大 你这样吗 还好 我在想什么 这个太子殿下 怎么一来就出这样的乱奖 太子殿下 马上就好了 我再给你上一身 不能碰水啊 忍着点啊 阿毕 这发生了什么事啊 太子殿下到洛阳 不去抚恤灾民 却偷偷跑出去 去看杂耍 还当街撒钱 结果街头人挤人的 好多人都被踩伤了 太子来了 嗯 这个家伙 成是不足败事有余 我说徒儿 我给你包一下啊 你呀 要是有操官府事的心啊 不如跟我去南山 干点活来的实在 嗯 走啊 走啊 太子殿下 魏郎君总算见到你了 崴头那些人跟疯了似的 我要回长安 你快去背马背车 快回长安 殿下受伤了 你们怎么护卫的太子 这根本就是一群暴徒 不好心撒钱给他们 结果闹成这样 都踩死人了 太可怕了 滚回长安 你又闯什么祸了 啊 阿姐 我都受伤了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 你现在一点都不疼我了 给我看看 成前 书彧哥哥 你随我去看看 走 公主 还是我去吧 你去看看太子殿下 以免他再闹着回长安 也罢 辛苦你了 嗯 让开 让开 妈 官爷 官爷饶命 官爷 起来 官爷 官爷饶命啊 快点走 快 弯领 就是这几个乞丐的闹事 官爷饶命啊 我们不是有意的 我们已经饿了好多天了 有一个贵人当劫撒钱 我们只不过多捡了几个疤了 没想到 会变成这样 官爷 外面那群人我很了解 他们只是因为太饿了 有的人 面词心狠 有的人 却面冷心事 就像浩郎君那样 把人带回去 交给冥府处置 是 走 走 官爷 别饶命啊 官爷 官爷 快走 别饶命啊 官爷 快走 慢点儿喝嘛 慢点儿喝吗 来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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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是 好 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远一点 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流民 他们啊 原本都是寻常百姓 遇到灾祸战乱 就变成了流民 天下一日未定 流民只会越来越多 怎么了 才看到这些就受不住了 比起那些居无定所 食不果腹的人 他们还算幸运的 那些没有逃过灾祸战乱的人 有些呢 还在漂泊无衣 苦苦挣扎 而有些人 已经被埋在土里 连活着的机会都没 道友 你也来了 灌主 灌主 你来了 五娘 灌主 这个姐姐是谁啊 是灌中新来的修道娘子吗 五娘 这位姐姐是阿里姐姐 之前一直在灌中修行 今日事务繁忙 明天你领阿里姐姐到外面去看一看 好不好 嗯 土儿 你不是叫李长歌吗 你什么时候改名字了 一身皮肉 叫什么又有何妨 也好 也好 换个名字 重新做人吧 找到了吗 我那边没有 我那边也找了 就是找不到 大家分开 快找 是 是 发生什么事 袁娘不见的 袁娘子丢了 只有你一个人守在外面 就没看见人跑出去吗 站住 十方 我请告你 要是袁娘再有什么事 我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 等着把这条命赔给公孙教啊 先找人 之后随你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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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娘 好 纯娘 你没事吧 没事 把这哥哥带你上去 好吗 来 圆娘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明天就是阿娘的生产 我想给阿娘点些花准备着 我看那树上有花 可是圆娘够不到 没想到就掉到这坑里了 真是好孩子 孝顺的好孩子 圆娘能平安快乐 是公孙四世最大的心愿 可惜她这辈子能计万民 却不能守小家 众身汉室 好了 咱们回去吧 没事 以后可不能这么胡闹了 疼吗 下官一会儿便去统计受伤的人 树与各家的户籍 还请殿下随下官一起前去慰问 补贴各家 这些事 魏良君你去做不就行了 不然带你来干吗 你怎么能这么跟书与哥哥说话呀 这事本就因你而起 难道不该你去体恤吗 阿姐 我好心没好报 给钱还被打 太受伤了 你们让我静一静 你是太子 你不去 难道让我去 这是你说的 你去你去 你是大唐公主 名正言顺 那日你不也出面 抚恤了那群雕 那群难民吗 阿姐 我都受伤了 你就让我好好休养几日吧 我看你还能撒娇耍赖到几时 阿姐 罢了 这次 姑且我替你前去 但是下不为例 给我 洋邦 是 他想给她 紫苏 隆郡 就是 对 你 有点 对 这次 这次 梁子为公 杨帝如此奢靡无道 姑必得去好好查看一番 警醒自解 来人呐 被你 金疮药 生血丸 药都被得差不多了 公主不请浩郎君一起去吗 叫她去做什么 毕竟这儿不是长安 流民伤者众多 人越来越杂了 费郎君要去照抚太子殿下 不能陪着公主 但浩郎君也不在 我总有些害怕呢 我不在府衙就在南山 他不会找不到我的 何况 他总不能跟我一辈子吧 我们要有自保能力 公主这次回来 真是不一样了 赫郎君不跟着也好 我现在有时候见到他 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呢 你别说 最开始我见着他 也是害怕 之前 公主现在不害怕了 现在 公主 我终于找到你了 走 我带你回家 昨日灌主交代 今天带你到南山四处看看 阿丽姐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昨日看起来有些沉闷 你为什么住在灌里啊 你为什么住在灌里啊 你的家人呢 我家人都不在了 阿丽姐姐 给 这个糖是灌主给我的 我舍不得吃 你吃吧 你给我 阿丽姐姐 别难过了 其实 我的家人也已经不在了 昨日那些不是你的家人 我家本在云州 每到快入冬的时候 就会有大草原的人过来抢掠 后来又遭到了灾年 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阿姨阿娘便带着我们逃了出来 说是 说是往南走就能活命 可是后来 阿爷得了病 死了 再后来 阿娘也病了 他说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只能靠天吃饭 如果老天爷要收回你的命 就只能认命 不该是这样 可是 可是没有办法 爷娘死了 我带着弟弟一路逃来了流云关 前几日 我弟弟也病死了 我好舍不得他 但是大家告诉我 死了就不会痛苦了 所以弟弟再也不会难受了 你说是不是这样呀 阿丽姐姐 阿丽姐姐 是 他再也不会难受了 他跟你阿姨阿娘在一起 可是我还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陈伯伯告诉我 弟弟再也不会到我们这样的人家来受苦了 可是 可是我还是难受 阿丽姐姐 阿丽姐姐 你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 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老天就是不肯善待我们呢 你们没有就错什么 做的是不止的战乱 我出生在一个富贵高粱之家 家人们谨因玉石 出则相撤宝马 入则高门花道 可是每个人 想要得到更多 我曾想过若我生于田寿农家 是不是就能安稳度日 原来我错了 我早该明白的 生风乱世 若是死便能遂愿的话 那可真是轻松太多了 来 给你 吃吧 走吧 阿丽 五娘可带你看到些什么 真人 你可否教教我 我也想一起救助难民 小友为何发此怨心呢 新村太安怨 身若着波平 能见天地见众生 小友似乎走出心魔了 Understand 顺便一下 原来自爱的 背心中 那我把你家的 我找你 由不客气 道主慈悲 阿丽姐姐 你学得可真快啊 岛起药来越来越熟练了 大家快过来 有贵人捐了些药送过来 公主殿下 公主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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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啦 公主姐姐 你来啦 小便 甘哥 你不恨我了吗 过去是我太过于执着 一直叫你去直门玩 额言 你能原谅我吗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感谢上苍 让我又拥有了你 我真的以为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老天这不是让我们重新相遇了吗 快别哭了 你怎么样 过得还好吗 幼州匆匆一别之后 你去了哪里啊 是直接到了洛阳吗 从幼州离开之后 我一路向北 随后遇到了孙真 这一路走来 一言难解 定是很辛苦 受了好些委屈吧 都过去了 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对了 我们之前差点就要遇到彼此了 这是什么意思 送给你的那个荷包 我之后又修了个一模一样的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还在奇怪 怎么会有人知道 你送我的荷包长什么模样 那你为何不来找我 我去找你了 但是浩渡比我先行一步 浩渡他这个人 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他能保护你 对了 那时你为何会在云中 什么事 我不想找你 我也到你了 你连我了 那时你出现了 那时你不就只想找你 我再去手 那时你能够怎么看 我怎么看 你出去 你再去哪里 咱们来 我去哪里 好吐 好吐 我的石板完了 我们走吧 你等我一下 你怎么了 空叔 我肚子疼 这不有医师吗 医师 不用 我女儿家的不舒服 安柔 我来 拿着 公主坚持一下 马车就在前面 不 他 他们俩 这是怎么回事 事才有人回报 如今太子已身在洛阳城了 巡视春汉受灾的流民 城里起了不少乱子呀 如此乱局 我希望诸位 尸位 矮他 你也不想 你不想 跟着 united character 小的 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 喂 你是不是想跟我打架 行啊 我看大家都忍你很久了 这一路要不是秦老拦着 我早就把你揍得满地照呀 好 那你来试试 老夫上年纪了 你们年轻人真要打出去打 别拆了房子 走 上楼 楼上的风景好啊 在战场上我赢得堂堂正正 不服 来打 시고 祝你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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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轻人说好了出去打 明天还要拿银子赔偿殿家 你方才若开口 他们可以不打 年轻人吧 什么事是打一架不能解决的 这点小事他自己都搞不定 那他还真指望不上 这 这家伙还挺能打 兄弟们 继续打 他快扛不住了 学队服输 你赢了 心渐渐回应 渐渐唤醒 渐渐又想你 在 逃别之前 继续 念起你的身影 关进我全脸的梦里 在天明之前 练练之间 练练流动着思念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千年 总有那么一分千年 在你我之间 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时间 在不停时间 我都远离开 重变成对 我作念念思念 传练 插那叠叠山沿 叠成了永远 夜空里的劍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牵涅 在你我之间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时间 在不同时间 我在远远思念成见 瞧那叠叠声言 叠成了永远也 同名的前 不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